决定 从今天开始 不再怨恨他人 不再排斥他人 并且慈爱一切生命 大圣的修行 就是在培养爱的能力 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为他人着想 就是培养爱的能力 所必要的途径 大圣的修行 其实就是一种生命的互动 当我们开始修行的时候 首先要有一颗纯洁的心 对待自己 对待众生 就是对自己要有惭愧心 对众生要有慈悲心 对三宝要有感恩心 我们要经常培养这三种心 惭愧心 惭愧心 慈悲心 与感恩心 如此才是一个称职 清静的修行转 修行 修行没有什么诀窍 其实只有老十二个字 修行也没有所谓的解禁 端看我们的真诚 端看我们的真诚与务实 真实的修行者 就是要从平时的生活起居 待人处事中 不断地酝酿 不断地酝酿 慈悲 有道心 而不是好高乌远 或紧将佛法 当作是一种精神上的消遣 娱乐 不要让气度干扰我们的心灵 放舍对自我的尊严与执着 并随时随喜他人的功德 成就与顺遂等 修行 修行就是在修炼这一颗心 修心还要有境界的铸成 才知道我们的心 是否真的安定 当有人侮辱 咒骂 伤害我们时 还能保持慈悲心 与忍辱心 那才是真正的在修心了 佛陀教导我们 最快速离苦的方法 最快速证悟空性的方法 最快速成佛的方法 就是慈悲的行动 实践菩萨道除了用心 更要化为真实的行动 经常体悟 这种生命的快乐 付出并时间 才能开阔 才能开阔生命的值 佛陀在每一个生命中 都曾以实际的行动 来利益众生 当我们阅读或听闻 佛陀过去本身故事时 就要不断的意念 感怀佛陀过去的修行 以及他利益众生的伟大事迹 勉励自己 也能如同佛陀一般 发起慈悲 精进 大有慕心 精情圣道 地际友情 如此 我们才有成佛的希望 与可能性 嫉妒的负面心态 还是来自于贪 与不知足等烦恼干扰 我们应将嫉妒的烦恼恶贼 转化为随喜与慈悲 才能有所突破与成长 妙境反而是我们修行最好的导师 当我们被所爱的对象背叛时 爱就会转为激烈憎恨的可能性 世间男女的情爱 尝试爱恨交织的心里在作祟 所以我们要记住 这一辈子 先不谈什么大慈大悲 只先谈 不知足 不怀恨 先定好了这个原则 再渐渐地增长我们的慈悲心 如果在生活中 遭遇到难受的痛苦 病苦或是挫折时 最好最快速的处障妙法 莫过于救护生命 与慈悲施时 试愿作为一名大圣佛教徒 从当下的那一刻起 就要时时警惕自己 不要生气 愤怒 不要存有恨意 《布摩经》中说 一切佛法如果离开慈悲 则为魔法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 一定要开阔自己的心胸 要以利益众生的动机为优先 我们每日早晨刚清醒时 就应该对自己如此的勉励 我将学习菩萨的心及行为 我要毫无例外地 对每一生命直接或间接地 奉献自己所有的快乐与协助 并且以自身来取代 一切如母众生的伤痛 广大的悲愿 即使只是短短的祈愿 都能为我们带来慈悲的正面能量 护生放生 是利益众生最直接的善行 而慈悲失实 是以最殊胜的真言妙法 救护一切沉溺于三徒的无形众生 救护生命与慈悲失实 都是最直接利益众生的方法 并且有形无形接触 如果希望改造命运 一开始最要打击的 就是这个爱生计的炸弹 生气会将我们过去 所修持的功德焚毁 也会正爱我们慈悲心的生起 千万不要让心 像一颗炸弹 充满怨恨 因为心制造了我们的世界 也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所以千万不要因身体 或者外面的种种境界 影响了自己慈悲的心 作为大圣佛教徒 我们应该要以世界为道场 以众生为眷属 整个世界 每个地方 都是我们学习与修行的道场 也是我们利益众生 天下慈爱的净土 我们要时时方圆 愿每一个人都能快乐 充满慈爱 如果我们珍爱自己 就应该要更爱众生 让良善与慈悲 充斥我们的生命 以此来圆满我们的慈悲心 世界就像是母亲一样 给予我们安稳 滋润与养分 我们不应该以自私的心量 对待周遭的一切 要以无私的爱 来拥抱世界 拥抱一切生命 内心要经常 观修慈悲 保持慈悲 离开慈悲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将会是母业 对自己 对一切众生 都没有究竟上的帮助 人与人 与世界 与一切生命之间 都有一种连带关系 就像是一家人一样 学佛一定要经常地思维空性 理解 体会空性妙理 以突破种种的对理 让心变得柔软与慈爱 愿我们都能以慈爱 化解一切 要永远保持着慈悲喜乐之心 让心永远像满月一样 明亮圆满 我们都曾经有过恩爱的人 对于我们的父母 孩子 都能以暴容慈爱 来关心他们 保护他们 同样的 一切生命 也都曾是我们的父母之亲 也都曾是我们所至爱的人 我们也要以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方式 来慈爱一切众生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只要因缘具足 我们就应该把握机会 接触生命 服务众生 我们要平等 无私地 慈爱一切众生 但爱一切众生 但爱一切众生 并不是建立在男女欲望上的爱 而是建立在命恩 报恩的心态上 应该要以这样的平等 与真心 来慈爱一切人 一切生命 我们每天要不断培养 感恩与慈悲的习惯 对上 我们要常怀感恩与虔诚 对下 我们要完全地慈悲与奉献 整个佛教的修行 就是不离开感恩与慈悲 这两项原则 这也就是初步的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 就应该互相帮助 互相关爱 我们所处的世界 至少能够做到 人人慈悲为怀 不造商业 社会自然安和乐理 也与刀兵节永远绝缘 我们所处的梭婆世界 将能远离斗争 紧张与灾难的氛围 上护我们的心 不要让心走向不善的念头中 让心向着光明 人生也将光明 人生也将光明一切 学习慈悲 也必须从实际的奉献与付出 才能体会慈悲的可贵 当已为佛教徒 失去爱的动力时 也就等于失去学佛的意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 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 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新逢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呈一百万倍 慈悲至夜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办八观灾界 即礼拜大悲惨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 声众 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 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能言法会 恭送能言经 恭请广乎法师组法 日期9月20日星期二 至9月24日星期六 时间每天早上9点开始 日期9月25日星期日 宴口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惠泰和尚组法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乃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讯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火车 速食一词 虽源于中国佛教 史自古以来 旧有的饮食文化 然而 国外也有 不食肉的风气 在翻译上 若沿用速食 在华人社会 会产生几个问题 一 速食的界定困难 会不清楚对方 速食的范围如何 二 许多人 特别是基督宗教信仰者 会因速食属佛教信仰 而不愿意吃素 事实上 这些都是小问题 因为不吃肉 是各种素食形态的 基本定义 所以世界各地的素食者 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 不伤害 是各种宗教的 基本信仰 所以世界各宗教人士 也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 享用不是来自 宅杀动物的食物 速食的定义 不使用任何肉类 而是使用植物性食物 如骨麦 蔬菜 水果等 其中 含动物性原料的产品 以及油脂 汤汁 萃取物 及浓缩物 都不属于速食食品 速食者 一般都尽量避免 直接或间接地伤害动物 包括不使用那些 来自于动物的产品 例如 牛黄 虎骨 熊胆 象牙 鸟皮油 舍香 鱼油 鸡精等 也不从事直接 与杀生有关的职业 例如 土窄业 非素食餐饮业 养殖业 补鱼业等 素食大致分为五大类 一 素食 不吃肉 及其副产品 这是欧美素食的概念 这也包括 极严格素食饮食者 绝不使用含动物性成分的食品 或是 蛋 奶 蜂蜜 都不吃 二 蛋素食 是指素食者会使用蛋制品 及植物性食品 三 奶素食 是指素食者会使用植物性食品 及奶制品 四 奶蛋素食 是指素食者使用奶类 蛋制品 基督教安息日 教会教徒所实施的素食 如台北台埃医院 及供应 蛋奶素 五 五 佛教素食 传统除了不食肉 蛋 奶之外 也不吃的 葱 蒜 酒等 具有刺激性的植物 西方社会 还有一种分类 是因为有些食物在界定上有模糊地带 例如 蛋 奶 所以就以严格或说纯粹 不严格或说不纯粹来分 一 严格素食 是指全素食 饮食中只有植物性食物 不用任何直接或间接来自动物的食品 二 不严格素食 是指奶蛋素食 饮食中有奶和蛋的素食 奶素食 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奶的素食 蛋素食 则是指饮食中可以有蛋的素食 奶粉 它会有比较でも 好 肝 水 水 混凝 水 沙 水 mich 溢 沙 水 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